Allen由80年代開始收藏中國外銷銀器 他們都具備西方的外形設計 和東方圖騰的特點 這些主要來自19世紀中國出口的銀器 是Allen在倫敦和巴黎收購的 Allen收藏的銀器多達600件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 就是在展示櫃的第五層 一個來自18世紀的茶壺 你可以看見銀色手柄上 有兩條龍交織在一起 而狐嘴是一個龍頭 這麼令人意想不到的組合 令Allen眼界大開 他無意複製 但是物品的工藝、材質、功能 為他帶來創意的靈感激發了他的想像 終有一天 或者你會見到Allen在手袋 或者包裝設計上 用了這個雙龍的手柄 以另一種變咒出現 在手袋